她是晚堂最美女诗人 也是大堂最乱女道士 既能写出一球无价宝 难得有心狼 这种千古家具 也能在绝望之下 直接将道观变青楼 从天才少女到放荡道姑 于玄机到底经历了什么 最后为何会腰斩而亡呢 于玄机原名于又威 老爹是一个落魄秀才 苦读多年也没任何起色 不得知了他 便将一切报复 都寄托在了女儿身上 将自己所有的才学 全部都交授给了于又威 于又威长得欲绝可爱 又天资聪颖 在诗词歌赋上也颇具天赋 据说于又威五岁时签字 各种优秀诗词张嘴就来 到了七岁时 于又威已经能够进行独立创作了 且诗中的意境更胜其父 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 等到他十三四岁时 名动天下轻而易举 可惜好景不长 于又威十岁的时候 他的父亲因病去世 家里的顶梁筑榻了 留下来的人还要继续生活 为了能支持家庭的开销 于又威的母亲不得不搬家 搬到了租金更便宜的地方 租金是降下来了 生活环境也乱了起来 新家周围鱼龙混杂 更是挨着多家青楼九四 这可算不上什么好地方 且于又威才女美人的名社 早就在长安城中传开了 一见母女落得如此地步 许多好事之人前来观望 有些是为了见于又威真容 还有的是想与于又威切错文采 看看他这个才女是不是须有其表 徒有其名 于又威一生爱而不得的男人 也就这样踏入了他的家门 十三岁女学生苦练大自己三十岁的男老师 温廷军会如何拒绝于又威呢 温廷军是花间磁派开山鼻祖 与李商尹齐名并称温李 他还有个外号叫温八叉 三国是曹石七步成师 而温廷军也只需插个八字手 就能复师一手 由此可见温廷军的才华 温廷军听闻于又威的才名 也上门拜访切错诗词 正是这次拜访 温廷军发现于又威在诗歌上 确实是有天赋和灵气 他看到于又威生活艰难 不忍他的才气被磨灭 不仅在金钱上帮助他们 还当起了于又威的老师 这本是一个市场连财之举 却让年少的于又威 对他生出了别样的情感 在外人看来 他们的关系一师一有 但在于又威的心中 早就将温廷军视为一生挚爱 温廷军心思细腻 暗暗察觉到了于又威 对他的这番心 但是这位风流的才子 却认为自己并非他的良人 温廷军对于又威没什么想法 首先二人的年纪不合适 于又威虽然文才斐然 但此时不过11岁 温廷军则是已经44岁了 最重要的是 温廷军对于又威没有男女之情 他对于于又威的感情 是出于市场对小辈的疼惜 为了他能另觅良人 温廷军选择外放 离开了长安 于又威也懂了他的意思 本以为这次离别会是永恒 谁想到三年以后 温廷军再次回到了长安 还带回来一个俊俏男子 新科状元李懿 听说了于又威的美貌与才能 周折之下找到温廷军 希望能够得他引荐一下 李懿有才有貌 堪称良配 温廷军也就将他介绍给了14岁的于又威 那李懿又会对于又威的一生 造成什么无法估量的影响呢 于玄机是如何从诗人才女 沦落为放荡女道孤的呢 于又威见到李懿之后 很快就被他的才华所吸引 温廷军又一直在撮合二人 二人很快就成婚了 可没想到的是 蜜月还没出呢 李懿的正房妻子就杀了过来 原来李懿在家中早已娶妻 于又威顶多算是他瞒着家中 纳得一房美妾 他的妻子陪逝到了长安以后 立马将于又威打了一顿 还不准二人继续往来 李懿只能将于又威送入道观 并许相诺言会接他回家 于又威苦苦等待了三年 才意识到李懿并不会回来了 17岁的他开始游戏人生 改名于玄机广交民事 他与这些人的关系 并不止不与知己朋友 看得过眼的人 都有机会成为他的入目之宾 外界对他的评价急速降低 一日于玄机受邀出门赴约 嘱咐自己的侍女绿翘 若是有人来找他 就告诉客人他的去向 等晚上于玄机回道观的时候 他发现绿翘对自己撒谎了 绿翘与客人买卖了爱情 盛怒之下 于玄机对绿翘动手了 绿翘也对他破口大骂 说他作风不端 行为不检点 于玄机被气得丧失了理智 失手打死了绿翘 按照当时的法律 于玄机最多被判流放一年 可主审此案的官员 偏偏曾是他拒绝的某位大人 因着有这样的前情 直接给于玄机判了个腰斩 此时他才只有24岁 文庭军匆忙回京救他之时 他已被掩埋在荒土之中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